PS5游戏机可以玩什么游戏 有哪些必玩游戏推荐 这是第四集 第一款 神秘海域4 这是PS5 PS4玩家一定要体验的游戏 建议先从4代到贼末路开始玩 这游戏被称为南版的古墓丽影 因为它们都是动作冒险类游戏 神海4是单线剧情游戏 难度很低 枪战射击自带辅助瞄准 偶尔有些小解谜 但是不影响整体节奏 游戏玩法主要就是爬墙射击看剧情动画 游戏中也不容易迷路 因为只要能爬的地方一定有出路 游戏画面在2016年来说绝对是炸裂的 但是现在来看也还算说得过去 目前PS2党会员库有这款游戏 第二个 GT赛车7 如果你喜欢赛车游戏一定不要错过GT7 这是我心目中最棒的赛车游戏 没有之一 虽然它有缺点 但是瑕不言喻 游戏的流程设计 音效 画面 手感 拟真度等等都很不错 总之一句话 就是好玩 玩这款游戏是一种享受 它非常有吸引力 开始我一直以为GT7只是在赛场跑圈 玩了以后才知道 原来赛场可以是全球各地的好风光 里面还有大量的车辆收集 历史知识 有点像博物馆 关键是难度还平易近人 普通玩家用手柄就可以了 有条件的弄个方向盘刷上 第三款使命召唤现代战争 如果你喜欢第一人称设计游戏 目前来看只有COD在更新了 而且是一年一作 目前比较好的就是19和20 现代战争2和现代战争3 里面的游戏剧情很短 但体验很好 画面 音效手感都很出色 不过单机剧情对于COD来说只是开胃菜 这款游戏的重头戏是在线匹配联网对战 游戏原生支持鼠标和键盘 其实用PS5手柄玩也不差 但是需要适应 第四款 生化危机 虽然我不是生化迷 但是我身边有很多生化危机铁粉 生化危机的234重制版非常成功 目前生化2和生化3都进入了二档库 喜欢刺激和恐怖主题的同学可以尝试一下 第五款FC24 目前知名点的足球游戏就剩下FC24和EFootable了 这俩货的前身分别是非法和实况 以前这俩游戏的风格完全不同 后来不断的相互借鉴 现在混到连名字都改了 实况足球EFootable现在变成了免费课金游戏 删掉了单机的玩法 走的应该是手游路线 在发布初期 各种优化问题还有各种bug 现在不知道改的怎么样了 传统足球游戏目前只剩下FC24了 按照EA的惯例 这也是个年度游戏 今年会有FC25 现在FC24这个月 也就是5月已经会免了 一档基础会员可以免费领取 喜欢足球的同学可以体验了 不知不觉我已经推荐了20款游戏了 如果大家喜欢 后面还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